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我看到神之手在宫中骑士画图写字 如同仙姿丹仪里在宫中所看到神的手在墙上骑士写字一样 一击的事发生了 我看到神的手指在宫中写下三一神与人的奥秘旗示 神的手在宫中用黑色的柄 在宫中画了一个导塞角形 我好奇的问神 说请问神这黑色的导塞角形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人灵魂体 人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造男造 灵创世纪二章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提 列王记上十七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地域以利亚的话 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 他就活了 神的灵向我回答说 这个黑色三角形代表的是人的灵魂体 他说上面是灵 右边是体 左边是魂 人 智在三角形的中间 人 就是灵 spirit 魂 兽 体 八里的组合 神 出埃及记 三章十四节 神对摩西说 我是智悠悠悠的 圣父 马太福音 五章四十五节 这样 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后造好人 也造来人 教育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人 圣子 约翰福音三章四六节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教信他的不自灭亡 反得有生 圣灵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 神所猜来的 就说神的话 因为神是圣灵给 他是没有限量的 旧恩知道 神人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 人的灵魂体 立同吗 神的话把人分作灵魂 而体三部分 贴萨罗尼加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是你们全然成神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生子 得梦保守 西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人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结与骨髓 都能赤路破开 免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 因为完全人 是包含灵魂体 为人整体组合 神的灵 是住在人的灵里 己是住在人的魂里 世界是住在人的情欲里 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 三位一体 得真神与人的灵魂体 互相扣连 耶稣保险是信仰的中心 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 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 使说 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的罪孽 主耶稣基督是被杀的羔羊 我们靠着耶稣的十字架 和保险得救 我们要吃人子的肉 喝人子的血 救救永生 以佛所述一章十节 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义 圣经是神的话 人的生命粮食 马太福音四章四节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的话 路加福音四章八节 耶稣说 经上记者 当拜主你的神 当要事奉他 圣灵保卉时 当我们奉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认罪悔改受洗 却就被赦免 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 圣灵保卉时的工作 一教人明白真理 二教人认罪悔改 三见证荣耀 耶稣救助在我们里面 这就是神的恩典 罗马书八章二节 因为持生命 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 释放了我 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 圣灵得灵之灵觉 与住在人 悔改认罪 从生后住在灵里 此时圣灵与神的灵 成为一灵 和神同在 约翰一书 无伤期节 并且有圣灵做见证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三一神 只结合了圣父圣子圣灵 是三位一体 等于真神 我眼睁睁 你看见 三位一体的真神 是他真实的形成 最圆融合神的属性 成为义人 是成为圣徒的城市 一神三体 联合圣父圣子圣灵 彼此 都是包括在同一位神 三一神的属性 是要用一个 成圣者的品格 可塑造成为神人 列王纪上 八章六节 实地上万民都知道 唯独耶和华是神 并无别神 神启示 让我明白他的道 也用这张图 告诉我们 是蒙恩的罪人 黑色三角形 代表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现在一切罪 已被三一神 上下与主同在 连在一起 这位神人 联合一体了